你要如何說服我們年輕世代 你可以解決年輕人的低薪啊 以及這些過勞的問題 我想 最近那個 你不是看蔡總統有說 要鼓勵年輕人加班嗎 是在哪一個地方講的 是不是在一個說 人家有說這個什麼 薪水過低啊怎麼樣 他說有有 你們去看網路上有這個 鼓勵這個年輕人的這個多加班 我是覺得說 我想創業家 你自己我想問你 你一天工作幾個小時 我自己一天工作 我三月的工時是三百零幾個小時 就是每天工作十幾小時 幾個十幾 那一天工作十幾 大概十一到十二吧 十一到十二 十一到十二個小時 對 對 那你認為你是不是常常在加班 這是一定的 因為我有我自己的 give and take 我必須要承受 對好 那你自己這個問題就 那今天你的員工有沒有加班 員工偶爾會加班 偶爾會加班 對 偶爾就加班什麼意思 就是說 平均每次照我們的勞基法規定 還怎麼樣 照勞基法規定 對 我們都是完全走裡面的 我認為說我們是 我們時代 我們紅海做到這麼大 完全照政府的規定 OK OK 我不是說 逼迫人家 我會這樣 我們今天公司做到四十幾年 這樣子 我們沒有一次逼迫人家加班 沒有一次逼迫人家加班 因為我覺得加班是沒有效率的 了解 對 那那個時候 在我們那個時候大家喜歡加班為什麼 加班費多 對 我有聽說過一些教授跟我們講過的 加班費 在那個時候加班費多 就是說 一個小時加班是平常工資1.5倍 家裡加班是2倍 有時候這個禮拜天加班是3倍 所以大家喜歡加班 大家是一個自願加班的狀態 所以我們現在還趕很多人回去 用意思 所以你今天 你如果在限時不能把工作做完 你最好是 就是 離開明天再來做比較有效率 所以這一點來講 我要強調說 我們呢 是 這個 我講我們這第一個 第二 我們公司呢 沒有過老的問題 我們每 所有的員工 很好的這個 健康呢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健身房 我們這個 現在 現在我們在台灣的工作 大部分都是創意也創新的工作 我希望有機會 讓你們找一些人 讓我們去看一看去 我們的生活環境 絕對比你們的 你們這種叫做 你們也是創意的 我們的辦公環境 絕對不輸給你們 我們打開 鴻海的土城總部 讓你們來參觀 看我們年輕人 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也有一樣 二十幾歲三十歲的工作 了解 我覺得 我們上班 就跟這個 現在已經差不多 不能像Google那麼好 差不多了 美國Google 這些 大家 這個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東西是一個 大家的誤區 OK 第二 你說怎麼給年輕人 解決低薪的問題 對 低薪的問題 那你也是老闆 問你 這問題你跟我都一樣 對不對 公司賺的錢 薪水資產就會漲高 所以我說 首先我在講 台灣中小企業 一定要讓他賺錢 我要將來當中華民國總統 一定讓年輕人 擁抱科技 擁抱未來 政府必須要協助年輕人 來多學習AI 多學未來的大數 多學未來的技術 這樣子的話 年輕人就 應用科技的力量就會 就應用科技的能力 就跟教育有關 投資平台 好的工資就投資他 政府拿著投資他賺了錢以後 政府就退出 讓很多人輕狀工作起來 所以我就是要 因為我懂科技 我就要來做這些事情 了解